哈利歐 再度來襲 各地氣溫極凍 10度以下的低溫 就算白天太陽露臉卻還是冷 新北市政府為了照顧在外的街友們 也啟動低溫關懷機制 汐止區長12號下午就戴著 保暖的毛帽、毛襪、暖暖包 還有泡麵 前往汐止火車站關懷地方街友 關心夠不夠保暖 你晚上都睡哪裡? 晚上睡這裡不會很冷喔? 今天一樣很冷 所以這個先讓你收著 要包暖囉? 這個有泡麵 有八寶粥 有八寶粥 裡面也有什麼包 所以習慣了 所以你還沒有感冒過 去公所有趕來看你嗎? 有 去公所有 都會過來有時候 有一次他們也是拿八寶粥 拿一百塊給我去消費 感謝公所的社會級 在這波汗流 我們都希望說在整個 自己的身體應該要好好照顧 那市長也很希望說 我們也要求我們一定要 出來關心遊民 那我們現在固定每一個禮拜 我們都會出來關心遊民 那我們現在所在地 在汐止火車站 我們在這個點 我們就有 一共有五位的遊民 天氣這麼冷 街友還是堅持 晚上睡在廣場這裡 除了提醒夜晚更冷 要注意保暖 也建議到街友外展中心住 不過街友們都覺得很不方便 認為在這裡比較自由 拒絕收容 要不要先去 我們像遊民外展中心 先住一個晚上 要不要 不方便 不方便 沒有你有需要我們可以聯絡 只有像今天晚上很冷的話 對 對 我們在這邊比較方便 那我們剛剛也提供他們 泡麵啊 毛線帽 毛襪 暖暖包 口罩這些相關的物資 那未來我們也會持續 來做一個關心 那也希望說這些遊民 那如果說能夠接受去外展中心 那當然是最好 如果說不行的話 那我們也希望說他們 在自己的那個身體上 那個健康要好好的注意 除了廣場兩位 接著一行人也見到 站內的幾個逃生梯的樓梯間 光是這一處就擠了三位街友 西子區長也送上保暖物資 針對轄內列館的街友 在這波寒流報導 公所前往西子火車站 及北風公園等地方進行關懷 詢問收容意願之外 也會關懷他們需要些什麼 協助他們溫暖度過行業 解程慧琳希子採訪報導